2013年 我的第一次全国冠军 我20岁 央营会200米 蝶泳冠军 他们说 运动员是有黄金期的 体能会是你撞上的那面最诚实的镜子 指标和数字毫不掩饰地暴露你的短板 压力永远比荣誉游得快 为了四年一节的果实 能做的是在每个春天每一堂训练课种下希望 赛场比人生残酷 创造历史只需要一秒 而这一秒需要无数次回避 中国游泳队是一个团队 但成为游泳运动员 注定成为一个直面孤独的人 在沉默的水下 我不是那个活在光环之内的人 我是必须在黑暗中制造光环的人 是把汗水写进身体的人 冠军到底是什么 所以冠军到底是什么 胜利不是打败别人 而是永远像第一次那样重新打败自己 徐家瑜在最后超过了其他的选手 获得了冠军 张雨菲 张雨菲加油 中国的骄傲好样的 罗冠是渴望 但冠军不止于领奖台